Miradio在YouTube频道 的直播又或者是新节目 还有一件事千万不要忘记 这件事我当然知道 交节目月费来之前买Radio 现在除了经PayPal 和亲自上去普罗之外 还可以经PayMe、转速快 或者Patreon来交月费 好了,我们稍稍时间讲讲 陈果的新片 共闭港,宣传 宣传,宣传 香港人拍的诡辩 是一个很重要的类型 是,但是 我想大家去看 这个是 你看完之后 你就会说一句 其实诡辩 那个类型 还有很多发挥 因为甚至很多人都说 这个 你如果说它是一个诡辩 有很多值得商榷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像一部诡辩 是 那就是了,要拍到不像才好 是啊 但是它里面 有一些很像鬼的元素 在里面 但是不是鬼的类型 这个我觉得它 在开始的时候都想得很清楚 因为原本整个故事 开始基建一个很写实的资料 就是那些我们买楼 住楼 如何困了我们香港的问题 做出发点 甚至整个剧本出来都很写实 是 不过到最后去决定拍的时候 就是把那个 就是叫做 类型 转了 是有鬼的性分 因为今时今日呢 你会看到 拍戏是很难的 那你要加一些 叫吸引的元素 吸引人的元素 鬼题材 就是说你今时今日 你拍个鬼题材 就是第一 就是一个市场的考虑 但是呢 投资者呢 都会有时会缺步的 但是呢 就 很多得那个投资者呢 就是 極力支持 喂 转做鬼片啦 那 不过我们是说 如果 如果现在拍鬼片呢 就不要拍一般的鬼片 那 就是怎么不一般呢 那你会看出来 你就会觉得 是很一般的 真的 就是鬼跟你住 是 那 这个戏呢 就基本上呢 我 我想呢 就是 你也觉得很有趣 就是因为可能 他那个叫做 关于那个香港的 那个房屋 土地的那些问题 嗯 而这部戏呢 他就特意 就是 执着这些日子 来说 有一个 有一个 方向呢 就是 将我们的那个看法 那个心声 来表达出来 用这个叫做 类人片 还有阿果呢 一直呢 他就是想告诉大家 其实他拍的那些电影 是很主流的 嗯 所以这部呢 都是用一个 很主流的那个手法 来去做的 那时候呢 往往他也都是出他自己的特色出来 嗯 什么时候呢 他现在那些后期呢 都还在做着 有一个 是 有两两段 这个都不是叫做 裁拉来的 因为它短 它这个呢 就是一种叫做 玩這個concept 先來的 那一段就叫做 那些叫做豪宅 那些豪苑的裏面的那個concept的一段 另一個呢 這個就是劏房 一個是動有的 打直的 一些是平的 但是這些最低下層的劏房 都其實不便宜的 屋中不便宜 劏構成了這種人 廣房其實已經計算過豪宅 是的 還有一個第三個就是講別墅 那些別墅級的那種 就說最主要它裏面就是 在電館的時候我覺得這個題材 都很吸引 大家都可以講 還有現在整個香港的土地 你會看到政府都在討論著 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與此同時這部戲 基本上碰到一些元素 就需要很多特技的 其實後期裏面 最到現在呢 在乾淨工都是那些特技 那些特技就是 基本上就是 裏面你會看到 陳果那些 他想故事 那種狂野的手法 就真的有些事與別不同的 嗯 那那個故事 雖然 譬如我跟得很貼 結構啊 對白那些都很跟得足 但是都是 要等導演呢 他拍出來的時候 立刻 咦 有些事是不同了 還有就立刻 因為已經那種習慣是這樣的 有一個基本 就是要有的那個劇本 那樣東西在那裡之前那時候 但是呢 當他拍完了之後 那時候你會發覺 就是 有些什麼新鮮不同的東西呢 然後要再 再將那個故事的那個 再有些新的元素 放進去這樣 嗯 那現在我覺得 就是香港的電影呢 就是由那個 新龍潮開始到現在那時候呢 是有一件事是很特別的 那個特別的就是可能對於 如果用工業來講呢 就不是那麼好 就因爲它可能呢 會浪費你很多 就是令到大家很擔心的就是 譬如 現場你會加了很多新的東西下去 只要你的主題 或者其他的東西沒有變 那就有個技術這樣 但是呢 就香港有個好處呢 可以給你自己變 嗯 這樣就 獨立電影就更加 更加 因為自己 自己做成敗都是自己負責這樣 這樣就很多時候呢 你會看到一遍呢 都可以決定容易一些 但是呢 一些叫做是 做慣電影的投資商呢 譬如我以前都是認識的 譬如邵氏啊 事實上呢 有時候會出到一些 很多的東西呢 是神何之不利的 嗯 之前你怎樣量量 怎樣部署呢 裡面呢 都沒有去到那個位的 那 那 現在這個呢 那希望呢 就是出到來的時候呢 就是給大家看到呢 就是 因為我們都已經是老派的那種 那 雖然呢 會拍戲呢 就每次都要新的啦 那老派上來的時候呢 都是要講的 你每一部戲呢 都是要呢 就是要找一些叫做新鮮的元素 或者是特別的處理呢 你才令到那個電影呢 是work的 是這樣的 還有見得到人 嗯 就是 給街坊富老看的 這樣 那我覺得這部戲呢 它裡面呢 就是目前來講呢 我覺得都 都朝著這個方向呢 來去做 是 那現在看到呢 就講明呢 就是 暑假公開發售 是 暑假很長 暑假又應該由 七月開始 至到八月 是 那這段時間 我相信陳果都講得及 就是將他 講得及 完成的 是 講得及現在那個 因為如果講不及呢 就是 那個 後期那個人 什麼話 大家都先講 講不及就是明天暑假 又不會 因為這部戲呢 是 你會看到 我想它 它有一個部署的 因為它看到這部戲呢 就是有一個潛力在那裡 那麼 香港最主要呢 那麼 放那時候呢 就是用回自己本區的結果 來試這個水溫 那麼 出了這件事之後 那時候呢 我想它還有另外一些部署的 那麼那個部署究竟成不成功呢 那些叫做日後的事呢 那麼 那八月的那個因由呢 其實我們都 初初的時候都 都覺得是早了的 因為我們 一拍完之後 那時候呢 都預計了那間公司 那麼 它都覺得這部戲呢 就是 應該是今年會做的 其中的一個項目之一 嗯 我們都懷疑是 應該是十月打號那些 但是我想它就覺得 如果你八月那時候呢 就認到七月了 魚蘭節 是啊 是啊 那它裡面其中有一些項目呢 就是講到 和那些 因為你知道呢 就是近這一年 香港沒有了那些祭禮 那就是 其實祭禮是很厲害的 就是對於一些叫做 我們華人來講 祭禮呢 就是如果你做不到那時候 其實是有一些後遺的 嗯 那這些後遺呢 就是 事好事不好呢 就是大家往往有討論 但是 是一個戲的那個題材 嗯 那個戲 那所以它裡面 裡面都找到 就是想 裡面碰到很多我們 就是 香港人想法的那些元素呢 都丟到這部戲那裡 正如我上個星期所講的 就 那踏入是六月呢 就相當之多的港產片 是 香港電影呢 應該說 就陸續會公映的 是 我們都看到就開始那個題材 是 多樣化了一點點 是 因為舊的題材很多都拍不回來 完全 完全不可以拍的 它 它叫做突顯了 有些 有些 譬如你剛才說的那個 那我覺得 都特別要提 譬如現在 剛剛這個星期公映的 就有的 有一個 我的印度男友 嗯 其實它也都 很高先的吧 發行 那它其實也都是 接著有一部 就是之前 就已經 有些特別長 很多大家都看過 那個叫做 手捲煙 然後 加起來 你看《輪落人》 那裏 都來看 你會看到 香港其實 有一些戲 都觸及了一些 我們香港本土的 那些 少數民族的街坊 其實它已經 就是落地生根了 都是 都是 香港文化 是有它 在那裏 那裏 後面的街坊 很多 是 你說這個叫做 印度文化 或者我們上次講的 波斯文化 其實 其實香港是 孕育了一段時間 你講一個 叫做 港式的那些文化 是有很久講的 但是今年我覺得 你會看到 南亞文化 除了《輪落人》的菲律賓 就已經 大頭做了 之外 那時候呢 譬如《我的印度男友》 也都 就是 打了一個旗號 就說 一個叫做 第一部的香港 玻璃活的電影 這樣 那其實 看起來 就是 是不是 不過他拿 明正言訊 拿到第一 第二 就手捲煙 那叫做第二男主角 都是一個叫南亞人 那 剛才你說 《鬼跟你住》 那裏 裏面 有一部 《阿果仁》拍了 《你也看了》 《鬼哮》 但到尾上的《多多詩》 都是 南亞人 都是主要的一個關鍵 那它會衍生到 這個 你會看到 如果你說近這兩年 它裏面的 港產片 有一個最大的轉變 就是 就不會覺得 那些年輕的電影的人 都不會覺得 這個叫做 《華人獨大》 就變成了一個香港文化 那他也都抹大了那個 抹大了那個 最重要就是 他們會估計到就是 觀眾本身不會抗拒先 譬如說我拿一個 印度或者巴斯坦裔的 那你現在不是喬普寶 就是可能直接不認識的 他又未必搞笑的 那你會估計就是 那些觀眾瘦不瘦呢 現在就已經沒有了這種的 就是起碼減低了這種的顧慮 就是他夠膽投資 是夠膽投資 不過好像是 是他們自己投資 總之夠膽 夠膽 夠膽 手捲煙就很香港片 很香港片 我已經看了阿翠那 那些也都是 就是你現在出現的情況 就是究竟你繼承了多少 我們80年代那個 就是黃金時代的元素 是 要加一些新東西進去 還是你完全玩過那些新東西呢 是 其實大家如果最近看到電視 你也知道 就開始電視台革命 是 是 很多我們以前 有一個新點子 新的戲種 是 戲劇的種子 是 是 那怎麼會死呢 是 陸續有來 說 說 那些會死的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人才會死的 是 你說的 我接不到你的嘴 誰叫你接嘴 不是 你搞亂了我的 馬上頭腦裡面 有些東西搞亂了 你怕見到他嗎 你怕見到他嗎 不是 不是 那個因有 這個是觀點與角度 是 有時候觀點與角度 你未必一定要跳進去 對 要跳進去跟你討論這件事 我覺得就不需要討論這件事 也沒有必要 你拍到片出來 那就證明了 就是哪個 哪個錯 尤其是我們做電影 其實那件事就是 一直活著 做下去這樣就可以了 是 生死 就是你 生死至於道外 不是 都是要做的 不然你就 你就 沒飯開 沒飯開 是 那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 拜託